圆嘟嘟脸颊 可爱大眼睛 10月初这名桃园6岁男童 全身都有被虐打的心臼伤痕 更离谱的是 四肢还有骨折现象 叫欢也已经变形 松一时昏迷 住院两个月 虽然院方极力抢救 但仍然在4日伤皱不治身亡 经过调查 舍母以及彭信继父已遭生压 监方将持续深入追查 两人的家暴行责 季父住家门外还挂着一根藤条 监调指出彭信季父和吴姓生母 今年6月到9月 在租屋处就长一男童偷窃 说谎为由 每个星期都拿木棍统殴男童 10月5号晚间 男童就因为遭到零月级殴打 出现嘴唇发紫 呼吸缓慢等症状 导致到院节已经没有呼吸心跳 经过院方13点抢救 还是宣告脑死 对比季父的脸书 与朋友KTV开趴唱歌 满满吃和玩乐的照片 还不忘大赛 妻子与自己所生的小儿子 点点滴滴 对比遭虐打的6岁男童 让许多看过男童伤势的社工 和医护人员都忍不住 红了眼眶 非常不舍 知乎实在让人很心痛 记者综合报道